為了替宜蘭找出路 替年輕人找投入 民進黨縣長候選人江聰淵 特別推出山海新經濟的政策 並且邀請產官學的專家業者 成立顧問團 同時在今天舉行成立大會 我們看宜蘭官有山有海 有溫爪有涼爪 有河川有湖泊 這個是屬於我們特有的資源 這些資源也好好來運用 這就是我們的集業 也是我們的經濟 成績是我們的拼擺 所以要請郭鄉上市 可以把上衣自己的拼擺 跟城鄉新風帽可以拿出來 作為整個未來發展的方向 我們很多顧問和教授 你這方面都有他們的專頂 所以你這個整個頂頭 我們可以透過華東 我們的戶外彈所教育 變成我們的新經濟 前縣長劉鎖成特別出席大會 並且和候選人一同頒發聘書 給受聘的顧問 希望藉由顧問的金頭腦 共同破壞一個能帶動運動 健康 休閒 觀光和教育產業的新戀節 讓宜蘭的經濟找到新動能 未來的宜蘭縣的在江中淵當選現場以後 繼續的施政 要拜託各位金頭腦來幫忙 所以拜託各位選者專家 來協助我們宜蘭這個小地方 能夠發展得最好 江中淵強調 宜蘭有好山好水好風景 只要好好規劃 讓遊客來宜蘭不是只能逛夜市 而是能在山 水 湖 海中來遊戚體驗 除了能增加年輕人在地的工作機會 也能帶動觀光產業的升級 藉此吸引更多外縣市 甚至是外國的遊客前來宜蘭旅遊 為宜蘭的經濟開闢新的出路 我們今天也是要請這些顧問和高雄 可以跟我們各鄉鎮市來做媒合 來做這個合作 在未來要推出我們這種山海經濟的模式 可以結合運動 健康 產業共同來發展 我們也要讓這個生態 生活 還有生產 可以三生共存 這是我們今天最重要的目的 相信你大家共同提供 以後我們的這個宜蘭的品牌 山海經濟會成為全國大家想要來的地方 也會成為說國外大家 你對於我們宜蘭這種山海經濟的品牌 可以跟我們競爭 也想說要來這裡參與 這就是我們最大的目的 剛重恩 動算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新採訪報導 好 好 好